有车的朋友们呢 是不是有过这样的尴尬呀 车里的乘客在车内胡吃海菜 把这个什么薯片饼糕面包蟹呀 弄得满车都是 如果你很幸运碰到一个抽烟的朋友 那么烟灰将会在你的车厢里面 漫天的飞舞 如果你长时间不清理内饰的话 像什么灰尘啊 不明来源的毛发呀 各种脏东西啊 就会在你车里的脚脚落落 凤凤细细当中安家 甚至可能还会养上小丑屋 像什么蟑螂啊 蚂蚁啊老鼠啊 还有谁 各种小困 没有吗 但实在是太脏了 根据上述苦恼 我倒是替大家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 没错就是它 办法总比困难多 跟我种草不翻车 哈喽大家好 我是晶晶 没错就是大家都在想的那个晶晶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初见开箱 那根据上述的困扰呢 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 用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登登登登 代升车载吸尘器 嗯 代升 代升 这升是什么呢 啥也分不清楚呀 某宝上购买的 选择的是销量第一名的 它有5万家的销量 原价79 促销价只有19块钱 快递很快 三天就到了 就这个价格 我问问你 现在还能买点啥 你说发个快递要10块钱 9块钱 你就买了一个加油电器 我觉得这个价格的话 我自己都有点打颤颤 它到底能不能用啊 带着这个疑问呢 我就去看了一下评价 哎没想到 评价还都挺好 有35000家的好比 都在说 哎呀很便宜呀 土也很好啊 价格比很高啊 质量也不错呀 只有240条 再说 嗯 一般 那好吧 我们一起来亲测一下 打开看看 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现在就来开箱啊 这个看起来外观 有点潦草 你看这旁边 都这样了 都进去了 皱皱巴巴了 哎没关系 反正19块钱 你还能要求它怎样 是不是 可以看到呢 这个快递里面 其实购到还是挺简单的 吸尘器的主体 软管刷头说明书 那通过这个说明书 我其实不用看说明书 我都知道怎么用 好不好 其实就非常简单的一个吸尘器 那我们主要还是来看一下 它的吸力效果到底怎么样 那为了给大家测试一下 这款吸尘器呢 我特地给同事借了一台 当得很别 哎呀 这你俩来干啥呀 车来就行了 你俩不用来 你不拍什么那个吸尘器吗 我俩给你知道点氛围吧 咱俩吃都是吃 吃饭 这咋饭 你不得弄光点吗 这就光点了 划成瓶 这差不多了吧 对对 够了别碗 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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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是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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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等会儿你都用得拿走 这咋还能夹着你了 这咋子都吃了 都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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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了 白白啊 有块联系好不好 没碰啊 好了 他俩吃也吃完了 他还被屁股走人了 那我咋整啊 徒流孤单又无助的我在寒风中独自伤悲 我太难了 我现在呢就在祈求这个吸尘器真的效果非常的好 能让我在天黑之前收工下班回家 首先呢它的这个使用方法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是这个头其实是一个插到点烟器上的头 那我们直接把它插到点烟器上 直接开关打开就能够用了 它给的这个线还是很长的 我们使用过程当中 不管是车后座呀 还是地面呀 都能够洗得到 现在就要进入实际的场景了 也就是刚刚我两个同事 造在车后面的这些东西啊 我就要去给他清理一下 赶紧去干吧 妈呀 这个车的后座真的是一片狼藉 这薯片啊 方便面啊 花生米也就算了 你告诉我 这是谁的毛啊 谁的毛啊 这哪来的呀 算了 直接吸吧 吸力完全够用 它吸得很快 而且吸力也很大的 OK 我觉得吸力过关 那像这些缝隙当中的一些 脚脚工作里面 吸不太到的话 就可能要借助这个 小的这个吸陈器的头了 我们把它安上 然后去吸一下 缝隙当中的这个花生米 像这个特别网里的 这个花生米的话 也可以吸得到 因为它的头足够小 好 那接下来试一下这个管 把它先安上 然后去吸一下 车底下的东西吧 你看像这样的话 这底下有一些 大的机器生不进去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 可以把它吸出来了 好了 现在这底下也吸干净了 它这个管还是挺好用的 我觉得 因为它可以延长你的 手伸到你够不到的地方 这里面其实也挺多脏东西了 那我们把它去轻倒一下 看看它拆卸起来 有没有那么方便 首先呢 你按住这个黄色的按钮 按住把它拔下来 这样的话就直接拆卸好了 然后呢 里面这个过滤网 这样一拔 那直接把它倒出来就可以了 倒到这里面 就OK了 这个拿回去给我们同事吃 最后呢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小毛刷 这个小毛刷呢 用来吸一些毛霸一样的东西 然后包括地台上面 有一些不是很光滑的表面 可以去用来吸 比如说这些毛 大家要吐槽一点 就它特别容易松 所以就很容易这样 嘴进来之后它就开始移动了 那我拿着手扶着点吸吧 效果总体来说还是有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同事这个车上的毛 可能是陈年老毛了 它太厚了 所以的话吸完了之后 可以看到对比的话 也是比之前好了很多 但是没有完全吸干净 然后再试一下这个大块的锅吧 能不能吸上来 因为这口可能太小了 所以它直接就吸到了这个口上堵住了 算了 太难为它了 那我们用这个大的头试一下 能不能吸上来 还是不太行 就还是会卡在这个口上 所以因为它口比较小 像这样大一些的东西的话 可能还是要用手 或者是拿那个扫筑去清理一下 哎呀 最后再试一下酸奶 这点恶心 但它还是能吸掉一部分的 好 那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款吸尘器 其实按它的优点来说的话 它的吸力是足够大的 而且它的价格也非常便宜 它能够做到像它产品介绍当中说的那样 又能吸液铁 又能吸固铁 还能吸一些毛发之类的东西 而且吸力非常的大 那它的缺点其实也是有的 第一呢就是它因为体积比较小 所以口比较小 像一些大的体积 像锅巴这样的东西的话 可能就不太好吸起来 那第二呢就是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口比较开放 所以在你里面已经有杂物的情况下 这样腥道会露出来一点点 所以这个是不太好的地方 不过它19块钱 你还能要求它做什么 它能够做到吸力很大 而且能够做到吸尘器 基本的一些功能 我觉得性价比就已经很高了 好了 19块钱的吸尘器我们也测试完了 那货比三家嘛对不对 那今天呢我跟同事也借来了两款其他的吸尘器 一个是一个价值300元左右的 一个是一个价值500元左右的 那价格差出了这么多倍 那效果会不会比那个19块钱的更强呢 我们来直接测试一下 这款吸尘器的效果其实还是不错的 吸力也很强 不过也是因为口比较小 所以都堵住了 那另外一款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它这个管子是可以拆下来的 然后我们再拿着这样吸 跟家里的那个吸尘器的感觉有点像 好尴尬呀又堵住了 好吧 没办法了 因为它又被这个大的锅巴给堵住了 这个也是口比较小一些 然后它也是一个有限的 跟家里面的有点像 容积还是挺大的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先从外观上看的话 这两个吸尘器明显样子比较精致 有档次 这款呢看起来就比较简约一些 但是呢实际上它们的吸不下五的都是差不多的 而且吸力都还是比较强的 不过它们三个也有一个共同的诟病啊 就是因为它是车在使用嘛 所以它的口 包括这个口 还有这个口 都是很小的 有一些大的东西呢 可能你就没有办法吸上来 然后它可能会堵住这个口 哎呀不过你在汽车上用一样那么大干主 你真有大的东西 你扫一扫不就完了吗 然后再说一下价格方面啊 这个19块钱 这个300 这个500 3399 不重要不重要 我也不知道差了多少倍了 我数据不太好 但是呢我知道这一个可以买它好几十个了 所以说呢总结起来 这个的性价比真的完爆这两款好吗 因为效果都差不多呀 如果让我选的话 我肯定会选这一款 再说了我用时间久了 我扔掉它买一个不就好了吗 这个可以买这个好几十个呢 好了那这期节目就这样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到底别让我收拾了啊 好吧好吧 还要去给同事收拾车 拜拜